我想问你今天这个活动是讲什么对于这个现在叫做白纸运动白纸革命的看法 我们站出来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共产党能够把本来属于人民的局面还给人民 因为在监护的清零政策之下 中国人被逼得没有出路没有活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必须站出来 我们在争取基本的人许 那在这个革命或者是运动开始以后 我们看到有一些地方开始解封 但是也有人说一些地方解封了以后就再封过 还有些地方封得更厉害 你怎么看这个发展是为什么 究竟中国政府需要解封还是封得更重还是怎样 未来的局势不好做准确的判断 但是只要人民站出来 那么共产党它会受到压力 受到压力之后它会做出一些改变 因为它真的很害怕人民起来反抗 所以我们必须站出来发出我们的声音 让共产党知道我们需要生存 我们需要争取我们应该有的人群 像你说的一样 就是在示威国后 就是有些人看到他在街上或者什么地方 都会给这个警察守他的手机 有看有没有这个电报 Telegram那样的APP 还有什么 好像是否都中国政府都很怕这个示威 你怎么看他这样的打压活动 对啊就是因为他很怕人们起来反抗 人们站出来去争取自己的这种权力 所以他千方百计去镇压去打压 他不希望反对的声音发出来 但是人民必须要发出反对的声音 over面也有厉害 但是你们到底有个人 就是这样的声音 停定了 这是一个是眼镜的 你们可以一心 对方的病毒 你怎么发出 invest电话 不是有点 在电话 对方的病毒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